我是不好是說他懂什麼東西 北農董事長之外 沒有同意他的方案 他在講什麼東西 透過議員來跟我們質詢 太離譜 柯文哲抽大火氣 罵的是人不在議會的 北農總經理吳英寧 因為第一果菜市場改建案 北市府遭到民進黨議員質疑 我們有比較便宜的方案 為什麼我們不采納 那一定是不好用 少了10億的版本 可能去擋到人家財路 所以 你在指控我們貪路是 國菜市場改建 不要因為有人擋人財路 這樣說 意思是說他今天 因為他擋人財路 所以我們對他不好是 我現在聽不懂這個意思 這個質詢的意思 現在是說他在指控我們 故意要花錢多一點 沒有任何的指控 今天這個質詢太奇怪了真的 國菜市場改建 因為各方有贏率 過去一直擺不平 延宕二十多年 終於不是紙上談兵 二月初舉辦開工典禮 不過議員拿出資料顯示 吳英寧在今年三月曾經提案 規劃減少大約一萬坪的樓地板面積 讓工程經費可以減少十億億元 不過卻被市府駁回 如果我們在討論過的 沒有理由輸給一個 北農的總經理 人家花了好幾年時間在設計 在討論 而且要跟這麼多工會在討論 怎麼可能輸給你一個人 預算書你去 他自己核對他自己都看不懂 建築是好幾個 大家顧問公司研究了兩年了 結果他叫一個成商所的 這個研究生就寫一個報告出來 就我們獨立他人 不會有這樣 左罵議員質詢 又罵吳英寧懂什麼東西 柯文哲說市場改建 需要專業 吳英寧的提案 只想到自己